2020赶上台湾选举年 蔡英文当局最近挥洒补贴买选票的大手笔令人目不下接 蔡当局各个部门刀剑齐发源源不绝的撒钱 有时候则在造势场合嘴口发布透露着一种要用新台币砸晕选民的狠劲 我们要知道当初在野的时候 民进党最喜欢攻击国民党政策买票 如今自己成为了执政党反而是变本加厉 丝毫不顾政策的正当性公平性和社会的观瞻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 时隔三年半蔡当局形象变化前后是判若两人 刚上台的时候说的是谦卑谦卑再谦卑 如今表现出来的是得意得意又得意 当初官宣表示要追求世代正义以及转型正义 如今做出来的却是债留子孙和东厂的追杀 当初满口承诺要解决问题 现在做的却是大言不惨的撒钱买票 并且制造更多的社会不公 你说这样的双面蔡英文 台湾老百姓们会待见吗 心怀两岸快乐日评 我是帅兵 再会